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請政府給我們支持和環境 讓我們不再是低等公民 好不好 給我們多一點支持和環境 我們不再是低等公民 我們不再是低等公民 我們對於疾病都要一視同仁 我們活著很有尊嚴 今天我們站在陽光下 黑暗遠離了我們 因為有你們持續的努力愛著我們 相信我們可以永遠永遠地站在陽光下 把愛傳出去 謝謝你們這麼愛我們 感謝社會的愛 其事不在 生活自在 生活自在 康復有望 服務不中斷 正面看待 精神障礙者是你我的兄弟姐妹父母親友 你的笑臉就是我的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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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病是無奈的 請多給我們一些支持 不要誤會我們 我們跟大家都一樣 不要誤會我們 我們跟大家都一樣 精神病不是癌症 請給我康復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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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大家是一樣的 我和大家是一樣的 康復自由是我們的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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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議政府歧視殘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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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康復證再試一下 這回是你的堅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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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敢做出不要怕 再試一下 是一句好話 這回是你的堅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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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敢去做不要怕 再試一下 今天是台灣精神障礙的朋友們 第一次上街 那我們為什麼會走出來 是因為精神疾病 不是少數人的事 可是因為這個疾病 有些難處理的地方 大家就長期的躲避 不敢面對 每次發生事故的時候 報上都只是去問醫生 醫生就說你要吃藥 但是大家都忘了 藥不會自己走到病人的嘴裡 精神疾病每個人生病的時候 的影響程度不一樣 我們急性的時候 需要急性的緊急團隊 我們慢性的時候 我們需要有一些生活支持 那我們這次上街就是呼籲大家 以後在講這些事情的時候 不要只提到吃藥 因為吃藥是最基本的 我們每天的日子都要過 所以更重要的是 怎麼給我們生活上的支持跟照顧 這就是今天我們為什麼要上街的原因 我們來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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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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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